我覺得藝人會這樣很正常 我覺得大家也因為這些事情 有被打了一些預防針 我覺得心理上有所警覺蠻重要的 我覺得最驚訝可能是黃紫嬌吧 就覺得蠻文青的 跟他原本的形象反差蠻大的 我覺得是NO NO 因為就是其實他 關注度沒到那麼高 可是他的嚴重性其實蠻大的 就是他是已經到性侵害的程度 而且是性侵害成功 因為現在黑人不是性侵畏隨嗎 NO NO以前比較沒有什麼負面新聞 我那時候就是在很多人的地方 然後他就直接過來抱我 我朋友的男朋友 就是他在學校 直接去那個性侵會申訴他 回去又填表格 然後就很多人出來幫我作證 對 那種人膽子蠻大的 好啊 因為我們原本想去調監視器 把他告到警局院 但是覺得他年紀還小 覺得還有教化之可能 所以就想說 這個學校性侵會就好 就是可能要做一些 上一些性侵課 跟做一些勞動服務 黑人吧 也沒有到震驚 但是就是會覺得說 他們描述他的那些行為 我會覺得好像很像 真的就是他這個人那樣 王子佳 我覺得他需要再多一點時間 就是情緒上的調養吧 應該是顏亞倫 因為我蠻喜歡他的 我會比較挺被騷擾的那一方 因為我覺得他們要說出這種想法 就已經很困難了 所以肯定是要有心理建設 才會願意說出來